好,刚才我们讲的工作图呢 其实除了立面图以外呢 其实我们常常拿来作为天花板图的使用 因为天花板图哦 你有太多的符号在上面 跟各位说明哦 室内设计最重要的图面 如果你到了现场施工的时候 你会发现最重要的图其实是天花板图 以后你就会慢慢发现了 因为天花板是第一个木工要施工的地方 所有东西复杂的东西都在里面 包含你的冷气 包含你的灯具的处理 包含你的这个空间的区隔 怎么跟那个天花板接 会变成天花板是一个 在施工图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呢 它上面有非常多的符号 那在实物上来讲 实物上来讲 如果你的天花板要做得很复杂 当然有时候你如果希望这个剖面图 这个剖面图就真的显示出 真的显示出它所有天花板的造型的话 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要用板和墙 去把真的天花板的造型给做出来 这个我们可能下一次也会做一次示范给各位看 比较麻烦 但是在你真的要做3D的室内透视的时候 又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它这样也可以快速的帮你把3D的模型建立起来 可是如果说假设你的透视没有要求那么高 你现在主要的关键呢 是在做那个施工图的话 或者是设计的图面 那你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你就可能必须要 把这个天花板图拿去做一个天花板图 我们这个天花板图 我就把平面叫出来 我去产生一个工作图 比如说这个是一楼 对不对 我要产生一个工作图 用这个工作图去产生我要的天花板图 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一个工作图 但是我把它当成天花板图再画 好 这个时候的好处是在于 你可以删可以剪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八门中间这个楼梯 也许它应该是看到一个洞 所以你可以去修改它 比如这个删掉 或者不要 等一下我来修改它 好 我等一下要产生一个实现 因为它是一个天花板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画3D所有的造型 好比说我们讲说 这边要有一个天窗 这个 要有一个天窗 对不起 对不起 要有一个窗帘盒 然后这边的天花板高度有变化 好比说了 我现在乱做的 不是真的 我现在是随便乱做 这样假设是这样 好 这样是一个 我现在随便做的 请各位 不要介意 我随便做的意思说 我做一个成板 灯 这个实际上要有尺寸 就是我开始在标示说 这个地方有成板灯 然后这里高度多少 这里高度多少 这个我是故意 对不起 没有很精准做 目前没有很精准做 比如这边 我就写 这个CH 等于230 假设这样 这个我随便写的 抱歉 这个现在只是为了示范功能而已 并不是真的有设计的含义 CH 等于 比如说200 好 也就是说这个成板灯差 这个地方 外面跟里面这里差30 好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呢 就写说 比如说这边是 水泥粉光 这现在都是 随便写的含 都 不是 水泥漆粉光了 不是 粉光 好 这水泥漆粉光这样 我现在随便写的 这只表示说 我就会用工作图 直接去产生我们一般 室内设计 你用AutoCare或用其他软体所画的 天花板图 那这个是快速的 让你产生你要的 给师傅看的 天花板的图 要表示灯具啦 或者是 比如说 这里有冷气的出口 出口的符号是向外 然后这边有回风口 是向内 就冷气一个向外 吹一个向内收 然后这里有什么灯机 这里有什么灯具这样 然后这里有窗帘盒 这个是为了要快速的去产生 你要的工作图 那当然你会跟我讲 老师我不能在这个天花板图上 吊顶图上 这样来画吗 也可以 也可以 跟各位讲 也可以哦 不是不可以哦 只是我的个人的习惯是喜欢用工作图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2D的 我不会不小心碰到3D的东西 还有就是有一些2D的符号 有一些3D的符号我不想要出现 可是它有时候会不小心的出现 比如说楼梯 天花板图 传统的天花板图实际上不会出现楼梯 它只有一个洞 但它这里就有这个符号 那你要把它删掉呢 也不对 删不掉 所以我到最后我习惯上 我会用工作图来作业 会比较快 而且有时候我可以调整的东西比较多 比较容易 我不会去影响到它原来3D的物件